颜值极正义 这是双头枪 极度果然是人类的原罪 某一个瞬间眼前一亮之后 就觉得哪哪都演得好 而且它属于那种内敛体验型的 没有大开大放的时候 眼神里都是戏 这种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看后 可以仔细揣摩比较入戏 人物之间不会串 坏处就是现在大家喷的那几种词 其实总有人说它不会演戏 可是它也没上啥中意 不是歌手跳舞出道 粉丝应该基本上都是一部部电视剧吸引的 如果真如大家说的不会演戏 那么这么多的粉丝是从哪里来的呢 以前我也觉得可能有粉丝会吹偶像的各方面 可是真的看到了他演的出彩之处的时候 真的不觉得那是粉丝大吹 而是真的有演技 从《红楼梦》就已经脱颖而出 作为一个明星 我们基本听不到杨阳的绯闻 是一个低调有修养的演员 杨阳挑战的角色各有不同吧 之前演的微微一笑很清晨 真的是风靡一时 清纯偶像剧拿捏得很好 这部剧真的是高甜 很轻松的纯爱风 这一对CP真的很受观众的喜爱 杨阳现在接演玄冠剧舞动乾坤 全职高手很多粉丝的期待 这一次杨阳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突破自己 再一次看到不一样的杨阳 其实大家比较喜欢杨阳出演青春偶像剧 当初的微微一笑 给大家带来很深的印象 杨阳的青春帅气和正爽的青春 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对于杨阳的呼声这么高了 杨阳似乎还要再建一部青春偶像剧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这部剧主要是初恋青春成长的一系列故事 听说杨阳要担任男一号 这也是微微一笑之后 又一部这种类型的剧 这个消息对于杨阳的粉丝来说 真的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大家在猜测女主 有人曝光说是郑爽